大家好,我是天狼 没有一季节到了 大家聊的更多的话题就是黑斑病 那么今天就聊一下哪些月季品种 会让你告别黑斑病的这种困扰 首先向大家推荐 像白色系珍妮木鲁 这个品种它的抗黑斑性非常好 长得快,叶片肥大 然后颜色浓绿 所以非常非常的优秀 像红色系的就比较多了 像红色绝对佳人 红色绒沙宝石 透单,美菱桃 这些抗黑斑病都非常非常不错的 像我们自育品种 Yentco它的抗黑斑病也都是手去一指的 基本上有几个叶片染上 你完全可以忽略它的存在 风花月季里面 我认为特别好的黄色系的 当然它就是橘黄 就是冬管乐队 这个是真的优秀 长得快 即使染一点黑斑病 对它生长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推荐大家来重视 然后还有一个色系就是蓝紫色系的 这个抗黑斑病像蓝色梦想 还有诺阿里斯 尤其蓝色梦想是我重点推荐 它几乎对于黑斑病白粉病都是免疫的 而且还浓香 花量还大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大家种的 然后像我们那些低维护系列 像绝对加仁系列的 然后还有像这个漂流系列的 这些都是高汉黑斑病的 如果你在花园里面选择中这些品种 那真的在这个梅雨季节 你完全可以告别这种困扰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和华南地区 这些雨水特别多的气候环境里面 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黑斑病 好 我是天狼 这些东西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